哈喽大家 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上个星期买的一些东西 上周六我和朋友一起去了DFS DFS最近的活动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它很多牌子的产品都是可以打六折的 本来我是没有一个list 没有一些特别想买的东西的 但是它做了非常详细的功课 我就跟着它一起逛 然后就在它的安利之下 我也买了不少的东西 就是有超级大的一袋 好重啊 虽然买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的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了一些什么 有一些是我一直用开的一些产品 然后有一些也是第一次尝试的 在分享DFS里面的购物之前 想来分享一下这一袋 这一袋不是在DFS买 也是我上周买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买的它的泡沫的打底精华 然后它是一个套装 然后主要都是它泡沫的精华 然后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一个呢好像是清爽版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瓶是泡沫基底精华的替换装 就是这一瓶用完了的话呢 可以用这一瓶来替换 买了这个套装之后呢 它有一些赠品 对就是有送这个泡沫精华加cream的吧 这个小的套装 这一套的价格算下来是1098港币 还有一张SOGO的coupon 到时候去用一下 这个泡沫精华呢 我最近刚用完了一瓶 觉得还挺不错的 就感觉挺清爽的 很适合夏天用 对它挤出来呢 是这种泡沫的精华 这个泡沫非常的细腻 就感觉早上用这个基底精华 特别的清爽舒服 对也是我的近期爱用 除了Sofina之外呢 我买了一个这个干发帽 是这一个牌子的 叫做这一个 我买的就是它 好像是最经典的这一种吧 比较厚的这种干发帽 这个呢 我也是听人家说 就非常的好用 用它擦头发呢 就会干得特别的快 然后吹头的效率也会提高 所以我就买了一顶 回来试试看 对它打开也是这样子的 就跟平时买的那种干发帽挺像的 就这里有一个扭框 然后这里有个绳子 可以把头发包起来 然后给它绑上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它的标签 它上面真的是有那种 有点像华肤柄的间隔 所以它的名字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它还挺大一点的 对因为我自己头发真的是很多 每一次吹头就是吹很久 我都觉得很困扰 就希望试一试这个干发帽 看一下会不会就是 真的头发干得更快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反馈一下 好然后接下来开始分享 我在DFS买的 对先来介绍一些我用过的 就是一直回购的产品吧 首先呢就是这个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 安耐晒的精品的防晒霜 这个真的是超好用 而且我觉得它的防晒力也很强 然后我一下子就囤了三瓶在家 对因为现在买的价格 好像就是200出头 然后打六折 它100来块一瓶 就真的很便宜很划算 然后接下来也是我就是一直囤货 家里面必不可少的神仙水 我买的是这个两瓶装的套装 然后里面就是有两瓶一样的 神仙水呢就是非常的出名啦 但是大家好像对它的评价 就是有点褒贬不一 喜欢的人很喜欢 但是也有很多不喜欢的人 就觉得它用了没有什么效果 反而会长痘啊之类的 但是我自己的皮肤没那么敏感 所以我用它觉得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它会让我的皮肤维持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没了它不行 就一直要囤货 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万年囤货的 卸妆油 是Shiromura的这一个 就是这一瓶绿色的拉 我真的也是已经用过无数瓶了 就觉得它也是卸妆卸得非常的干净 很好用 我买的是这个绿色的大瓶装的 好像听说紫色的那一个也蛮好用的 但是这一次去买的时候呢都没货 就只有这一瓶有货 所以就还是买了我一直用开的这一款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个 这个红腰子肌体精华呢我之前也用过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然后看见这次它有货也打折 所以就又囤了一瓶回来 刚刚的呢都是我用过的一些产品 下面这些就是我没有用过 但是都听说蛮好用的 所以就买回来试试看 有一瓶短肤水 它是150ml的 这个呢也是口碑很好的产品啦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试过 我现在在用他们家的就是那个面霜 所以就想说买一瓶它的水 就配合起来使用看一下效果会不会更好 然后还有hr的精华和面霜 其实这个我闻了一下它的味道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真的有那种比较浓的中草药的味道 对但是我朋友说就是它的口碑还不错 对所以就买一个它的精华和面霜 回来试试看 本来其实是很想买它的黑白绷带的 那个就是听说是真的很好用 但好像每次去DFS逛的时候 黑白绷带都一早就被抢没了 Sales就跟我们说呢 下次就是定最早的时间去的话呢 它每天会补货 就还有机会可以买到 对然后滋生糖了一个洗面奶 这个呢我跟我朋友我们都没有试过 就完全是凭感觉 看上去也不错 而且打折 所以就买一个回来试试看 然后接下来是欧苏丹的沐浴露 是这个味道的 我就是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好清新 有一种去泰国spa按摩的那种feel 就感觉非常的放松 所以就买回来想放在家里面用 在后面咬它的零食 咬得非常的认真 然后接下来都是Jo Malone的香氛的产品 因为可能是打折的产品吧 它也没有就是很正式的包装 买了两瓶这种香薰 对两种不同的味道 然后配了藤条 所以除此之外呢买了一个这个香味的蜡烛 这几个味道我都试闻了一下 我还蛮喜欢的 上一次呢在DFS没有买到HR的黑白绷带 就感觉有一点不死心 然后后来呢我又预约了一早去 然后这一次呢就很幸运的买到了黑白绷带 看一下DFS第二弹 然后我买了哪一些东西吧 这一代其实已经买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就一直没有拆 然后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把它拆开看一看 对这个呢就是这一次专门去买的HR的黑白绷带 一瓶白绷带一瓶黑绷带 除了这个黑白绷带的套装之外 额外的买了一瓶这个黑绷带 就想说它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 所以就再囤一瓶在家里 这个套装里面就是一个黑绷带 一个白绷带 一个是晚上用 然后一个白天用 然后现在家里总共囤了三瓶 这样子感觉很有安全感 DFS的价格就真的很划算 就是都是打六折 因为它的单价也比较高 这样子算下来真的就是便宜不少 然后接下来我又囤了一瓶 这个Lamere的这个爽肤水 之前买了一瓶 然后我觉得150mU应该用的挺快的 所以呢我就又买了一瓶囤着 然后下面这一个欧书丹的一个润肤露 就冬天到了皮肤很干 用来擦身体擦手都可以 就很基本的一个牛奶润肤露 然后下面的又囤了一瓶Jal Malone的这个香薰精油 这个味道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所以就趁它有货又囤了一瓶 下面的就是一个蜡烛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 就是囤货囤货 好了然后就没有了 对这一次主要就是冲着HR的黑白绷带去买的 然后很开心一早去买到了 然后这两次DFS购物呢 也把平时爱用的一些护肤品给囤的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用上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家里面就是一定要囤一些这些自己爱用的护肤品 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刚刚收到了淘宝买的就是鱿鱼游戏的这一套衣服 这绿色是不一样的吗 感觉颜色不是特别的正风 不过就还将就可以穿一下吧 今年的万圣节呢 就会跟朋友一起来办鱿鱼游戏 我想今年应该超级多人办鱿鱼游戏的吧 之前真的是太火了 001号选手那个老伯 然后我自己还扎了两个小啾啾 然后淘宝淘的这件衣服 质量很一般 不过就好在他在万圣节前送到了 感觉我这样子走到街上 应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参赛选手 我就顶着我这个万圣节的装束出发了 裤子我没有穿他的那一条 穿了一条短裤 不知道搭配什么包好 然后背了我平时出去遛狗的这个包 然后上面还有一点脏 然后他以为我要带他出去玩了 今天已经出去玩过了我们 下次再出去好不好 下次再出去好不好 好像觉得有点尴尬的这样子分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晚上呢依然是万圣节的聚会 我又换上了我鱿鱼游戏的衣服 然后现在准备来弄一下头发 昨天扎的那两个小啾啾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然后我也不会别的一些什么发型 所以今天就决定还是扎那两个小啾啾好了 也比较的简单和容易 先把头发给卷一卷 我觉得好像卷的头发比较蓬松可爱 夹得差不多了 然后在头顶这里编两个辫子 这边也编一个 然后拿着这一个辫子 再在旁边拿一小处头发 把它给扎起来 扎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就留一个这个小啾啾 像这样子 用刚刚编的这根辫子呢 把它给缠起来 然后用夹子固定住就可以了 不用的这个夹子还是我们家狗狗 绑头发的夹子 我自己没什么夹子呢 对就这样子就扎好了 这边也是同样的扎法 夹起来就完成了 真的超级简单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刚刚吃完了饭 然后现在呢 我们准备去尖沙嘴那边 那边好像就是有一个 大家全是穿鱿鱼游戏 costume的一个聚会 对啊 所以我们这些鱿鱼游戏帮 然后准备去那边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2点多了 现在还要去玩游戏 哇 哇 花一个猴柴呀 这样鞋子间吗 还是应该这样子就行呢 这样鞋子肯定是这样鞋子剪的 是吗 对啊 你这样就嫌腿长吗 但是这里又不能露屁股吗 对 你的那个剪刀可能有点难剪 嗯 现在我们准备来改装一下这个裤子 Amy师傅 可以可以可以 我脏好多哦 一commerce 挖 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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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一的快递已经提前收到了 然后这两个呢都是我老公下单买的 来拆箱看看他买了什么 这个呢是给我们家狗狗买的一个宠物的专用的一个摄像头 它下面这里是有轮子的就是可以在地上走 上面还有狗爪子的这个图案好可爱 它呢就是可以在地上走你可以控制它的 不在家的时候呢就能更好地看到狗狗在家里做些什么呀 或者用这个陪它玩一下都可以的 感觉还蛮可爱的到时候来试用一下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多 现在准备出发去朋友的生日 我提前在网上订了气球 然后现在准备去买个蛋糕 十一月到了身边真的很多朋友是十一月的生日 感觉天蝎座的队伍真的是超级庞大的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买了蛋糕 然后我订了气球 哎好丰盛啊 软吧 五�어 软 bought 今天的ailing 就是这么一份 我买度 general 这先每次都吃 就这么这么这么多 竹度 其实 等一下 脂肪